1977年9月5日 著名的空间探测器旅行者一号发射升空 经过40多年的飞行之后 现在的旅行者一号已经飞了200多亿公里 成为了距离地球最远的人造物体 目前旅行者一号早已完成了在太阳系内的任务 正在投也不回地向着太阳系外前进 在多年以后 它会把我们人类的印记带往宇宙的深处 在为我们人类的这个伟大成就感到骄傲的同时 相信有不少人会有一点疑惑 那就是旅行者一号在飞行的时候 是怎么避免与太空中的其他天体发生撞击的呢 像火星、木星、土星等大的天体还好说 因为人们可以预测到它们的运行轨迹 从而避免与其相撞的情形 但太空中小行星之类的小天体却是难以预测的 因此可以说 旅行者一号对太空中的小行星是毫无防御能力的 我们都知道太空中小行星的数量是很多的 在太阳系内有一片小行星比较密集的区域 那就是小行星带 它位于木星和火星的轨道之间 在这里存在着大量的小行星 我们可以看到旅行者一号过去飞过的旅途中 在这片区域里 它撞上小行星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那么我们就拿这片区域来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有关太阳系的图片是这样的 这很容易给人产生一种错觉 那就是整个小行星带肯定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行星 在旅行者一号穿越小行星带时 应当看到下面这种场景 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 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的相关数据 就可以搞清楚小行星带的真实模样 先来看看小行星的数量 根据目前的观测数据来估计 小行星带应该存在着50万颗小行星 考虑到未发现的小行星 这里我们再将这个数量增加一倍 也就是100万颗小行星 再来看看小行星带的范围 小行星带占据了太阳 约2.17至3.64天文单位的空间区域内 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就可以知道小行星带的范围有多大了 100万颗小行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是将这些小行星放在一个如此大的范围里面 其稀疏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事实上在这片区域里的小行星之间的平均距离 都是50万公里左右 要知道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也不过是38万公里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旅行者一号之所以不会撞上太空中的小行星 其根本原因就是太空中的天体密度实在是太低了 以至于在相关计划中 科学家们几乎都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要讲的是 在1980年旅行者一号在靠近土星时 人们发现了土位6拥有稠密的大气层 于是就临时改变了旅行者一号的原定计划 让它抵近观测 在这之后 由于旅行者一号被土星引力改变了轨道 人们只好提前终止了它在太阳系的探测任务 并利用土星的引力弹弓效应 让它飞出了太阳系的黄道面 而太阳系中的大部分天体都是集中在黄道面的 所以我们更不用考虑旅行者一号撞上太空中的小行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